可爱的东森悠悠小主播又来咯 东森美中电视和Unistar演艺经济学院 特别企划是由悠悠小主播 每一天透过了电视、脸书和YouTube 要来预告2月22号在美国是什么特殊节日 大家好,我是悠悠小主播Stephanie 美国的节日,让悠悠小主播告诉你 2月22号是国家玛格丽特日 National Margarita Day 玛格丽特是由龙舍兰酒和果汁调成的一种鸡尾酒 在杯口上通常沾有一层细盐 根据数据统计 美国人平均每小时消耗掉18万5千杯玛格丽特 可见美国人有多喜爱玛格丽特 玛格丽特的最大特点就是龙舍兰酒 龙舍兰是一种植物 原产地是墨西哥 最早是在1940年的时候 有一位餐厅业者所发明 当时是为了研发一款可以解渴 又有酒精成分的饮料给客人 这位客人喝其他的酒精饮料都会过敏 只能喝龙舍兰酒 但又不想直接喝 一是就调制出这款经典又受欢迎的玛格丽特 根据统计有超过76%的美国成年人喜欢喝玛格丽特 其中有三分之一的受访者喜欢直接加冰块喝 而其他大部分的人都喜欢打成冰沙漠式 这款鸡尾酒现在已经演变出无数种水果口味 成为美国最受欢迎的鸡尾酒之一 又有小主播Stephanie洛杉矶报道